大家好 同學 剛才我們看完第一小節絕對此函數之後呢 緊接著我們就要看第二小節 那是什麼呢? 阿寶都對了 老師 當然是絕對值方程式跟不等式啦 沒有錯話底線 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是所以先介紹絕對值函數的話 主要是為它而暴露 因為沒有介紹函數圖形的畫法的話呢 其實在解方程式跟不等式的時候 有時我就很難 左末跟下筆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這部分呢 老師整理了幾個焦點 第一個焦點 當然首當其中 就要跟各位介紹一下下 那到底什麼叫絕對值方程式 而且是一次喔 畫起來一次 一次 絕對值方程式 那你們都應該清楚吧 顧名而思議 絕對值當然記號是這樣 兩個詞先 絕對值裡面 如果只有含一次式畫起來 這個很重要 二次式以上不行 這有方程式 那什麼叫方程式呢 那什麼叫方程式呢 在國中學過嘛 如果有等於0的 那這個都叫做方程式 那方程式呢 它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解出位之數x 了解我的意思嗎 函數不行 這個你應該很清楚猜對 舉例來說 同學 OK 你們講一本的翻例是 隨便掰著 s加3 再加上絕對值2s減4 OK 如果等於2 那它有沒有資格 叫一次絕對值方程式呢 我們確認一下 老師 絕對值裡面 都只有含什麼呢 一次式 真的咧 如果這個s上方 加個平方 那就不行了 所以它這樣可以喔 然後呢 它是有等號等於0 老師它沒有喔 它等於2 等於2 你把2王主義不就等於0了嗎 對喔 對不對 還不要忘記囉 等號 可以說是你最好的朋友 因為一個等號 可以幫你解出 一個位置數x 哇 所以老師 換言之 一次絕對值方程式 是可以真正解出x值 不然你以為呢 喔 原來如此 哇 很漂亮吧 好 那懂了這個方程式以後呢 那不等式 我相信就不用講了 OK 那是這個範例 x加3 再加上2 x減1 絕對值 如果把它等於2 改成小於等於2 或者大於等於2 或者沒有等 那小於或大於 那都叫做一次絕對值不等式 這樣可以嗎 這個以前沒有學過 這個部分 你要好好仔細聽一下下 那才可以喔 老師那沒問題啦 那我終於了解什麼叫一次絕對值 方程式以及不等式 對 一定要帶回家去 如果沒有問題 請接著 我們看第2個 什麼呢 第2個所謂的焦點 那就是 我黑板幫你整理的提型 哇 老師 這個提型 對這個提型呢 其實很重要 請你打個信號 你會發現 所有的坊間的書 或補習班 絕對不可能像我們提型 整理的這麼的精確 而且而詳細 所以你要懂得去珍惜才好 好 這提型呢 剛剛還是延續剛才第一小節 絕對值函數的提型 還記得嗎 老師 有分成單向式跟雙向式啊 沒有錯 而且呢 這裡單向式還有分成兩個喔 也沒有錯啊 方程式跟不等式 方程式跟不等式 有沒有覺得很完整啊 喔 合理合理喔 首先我們看一下 單向式的方程式 我講過方程式是等號喔 OK 不等式有可能小為等於 有可能大為等於啊 那呢 我重申一次 等號也可以拿掉了喔 這個我就不再講了喔 這個情況有很多 OK 好 所以呢 它的情況提型就包含這樣 首先看一下單向式 方程式 那所謂單向式 不用我強調了吧 就含一個絕對值而已 OK 好 等於k 就變成這個樣子喔 好 等於k我不好講解 那如果我把k 假設為2的話呢 這時候我們當然就可以講解了喔 記得想要解它 國中應該也解過吧 複習一下 把它翻成中文就可以了 OK 中文什麼意思啊 對字 x 看到絕對值就代表什麼 是距離 沒錯喔 這個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 代表x跟誰的距離 距離一定要兩個人為基準 如果沒有寫另外一個人 代表就是以元點0 OK 為基準 所以中文x跟0的距離 OK 如果等於2 哇 那不用講了嘛 告訴老師 我這邊畫個圖給你看喔 這個很基本 橫走代表x 這個代表是0 OK 如果說今天 橫走 任何一點都可以代表x 那告訴老師 這個線上的點 哪些點 跟元點0的距離 會等於2的 老師這廢話當然是正2啊 對沒有錯 還有誰 當然是-2啊 沒有錯 正2跟-2 它們跟0的距離 都是正2 這樣可以嗎 哇 這很清楚了嘛 對 所以答案是 如果這個形態的話 Rs就等於什麼 正負k 當然我們寫k啦 如果k等於2就是2啦 很不同的意思啊 這個一定要會 所以翻中文是很重要的喔 再來 看單向式不等式 不等式型態有分1 2 3 這裡面當然是 第三種最重要的答信號 第12種呢 我相信在國中就教過了吧 OK 幫你複習複習 一樣的翻中文 x跟0的距離 如果小為等於k 一樣的我們延續剛才 如果k假設為2的話 中文 x跟0的距離小為等於2 讓你認為 數線上哪些範圍 會符要求 老師 跟0的距離 小為2的 那那那那那那那 當然就是就是 一樣是-2到正2距離啊 沒錯 你看喔 如果-2這個點 跟0距離剛好2 OK 如果-1呢 跟0就1嘛 對啊1還是小為2啊 對不對 如果這個0呢 1跟0的距離 還是小為2嘛 如果剛好2的話 跟0的距離 一樣是等於2 OK 那你看這樣的話 是不是代表說 在-2到正2 這一段 範圍之內 的任何一點 它們跟0的距離 都是小於等於2啊 合理合理喔 所以基本上 我以前教學的時候呢 會把這個小於呢 換成口訣 就是小順 所以如果是小於等於k 就從-2到正2 順著寫就好了 由小到大來寫 所以怎麼寫呢 這個左邊是-k 不要忘記喔 現在目前的k等於2 這是-k 小於等於x 再小於等於正k 那就可以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很簡單嘛 對沒有錯 好再看下一個 那如果說這樣子呢 一樣的 延續剛才的範例 k等於2 x跟0.0的距離 如果大於等於2 那你認為x的範圍是哪些呢 要是 就不能在這 輸入到正2裡面 輸入到正2裡面 它跟0的距離 都會小於等於2呢 對沒有錯 那現在目前求是相反 大於等於2 喔老師那我懂了 剛才是-2到2之間 那現在 這代表是其他的範圍 沒有錯沒有錯 什麼範圍呢 很簡單 對 你看喔 如果說 x跟0的距離 想要大於等於2 當然就什麼 在這一邊 你看我這個畫素線對不對 就代表這一段範圍都可以 像2 2當然可以了 3可以嗎 可以3到0距離3 3就大於2 4可以嗎 4到0距離4 大於2 是對的 這邊要注意喔 -2以下可以嗎 可以 這一段一直到往左 很小很小都可以 比如說像-3可以嗎 -3到0的距離3 3還是大於2 -4到0的距離4 還是大於2 好像真的耶 所以注意喔 如果大於等於的話 它特別的小心 因為它的範圍 反而是兩邊不一樣的 方向的範圍 對不對 所以以前口訣 我們就會想 遇到這種格式 是大於等於k 那我們的 所求變什麼呢 是大於大的 對 大於大的 這裡面2比較大 或比較小 所以我們口訣 就是大於大的 或者小於小的 所以x大於大的 就是大於大 等於k 2等於k 或者 不要寫且 或代表是 這兩邊的任何一個點 都可以滿足這個所求 不一定要且 且代表同時 不用不用不用 或者x小於等於小的 小的 就是-k 目前的k.2 但了解沒有 剛好是呼應這兩段 上會寫吧 所以口訣 小於就代表小順 大於就代表大於大的 或小於小的 也很順暢吧 不過你不要只記得口訣 我希望你可以輔助 以這個圖形 這樣才能學到精髓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 好了 這兩個都是國中複習的 這個國中你可能就沒有學過了 ok 不過呢 這個其實也很簡單 很簡單 我再畫一個圖給你看 剛才圖太複雜了 ok 這個 在這裡 看好囉 我要聽中文 當然這裡面呢 我先舉個翻例好了 它有a到b 中文是什麼意思 x到0的距離 如果介於2 介於a到b之間 那s的範圍到底是誰呢 ok 這句話說 a等於2 b等於4 中文再一次 s到0的距離 會介於2到4之間 那s的範圍會是誰 老師那我們可以看圖就可以啦 對 老師老師 你認為 s的範圍 在哪裡 才會介於 它跟0的距離 會介於2到4呢 我們先看2好了 你看包含等號嗎 s在誰的時候 距離0的距離會是2 老師當然是2啊 對 沒有錯 是2 2到0的距離是2 你在看那個b等於4 s在哪裡 跟0的距離才會等於4 當然是4啊 沒有錯 ok 哇 所以老師 我們的所求該不會是 就這一段呢 像3合不合理 3跟0的距離是3 有沒有看到 真的呢 3有沒有繞在2到4之間 有啊 因為距離 只要到0的距離 是2到4都可以啊 哇 所以 2.1 2.2都可以 到3 3.1 到3.9 那都可以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老師 我那個不等式 只要s繞在2到4 那就可以了 2到4 當然很簡單 你可以直接把絕對值拿掉 那A就是2啦 A就是這樣子 好簡單喔 那就不要看絕對值就好啦 哎呦 傻孩子哪那麼簡單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答案而已 啊 還有另外一組答案 也可以符合這個要求 當然可以啊 啊 照0的距離要2到4 除了這樣的話 你認為在0左邊 有沒有可能符合 有啊 距離沒有沒有距離很正啊 那管你什麼正下負下問題 老師老師 我在0左邊也要找到一段範圍 也可以符合 OK 他到0的距離是2到4 當然啦 同學 你們有沒有發現 對稱性很好用啊 哇 對稱性 我問你喔 2對稱於0是哪個數 老師 我學過相反數嘛 對沒有錯 2的相反數多少呢 就是-2 那4的相反數呢 當然就是-4 好用吧 這真的有用耶 你想想看喔 這段距離是不是也符合手球 可能是吧 剛好對稱於0啊 對不對 你看啊 3到0的距離是3 -3到0的距離也是3啊 喔 合理合理 所以呢 這段距離的x 它帶出來的結果 也會符合這個需求 哇 有沒有覺得很簡單啊 所以同學記得 答案還是要寫貨 有兩段喔 同學 那這怎麼寫呢 你不要忘記喔 目前我們的範例是 A等於2 B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4 那這個呢 就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A 這個呢 相反數 就等於-B 那你寫的時候 你要記得凸型的寫法 什麼寫法 數先是由左而右 由小到大 所以呢 As的範圍應該寫-B到-A 喔 所以是-B 小於等於S 到什麼 小於等於-A 這樣會不會寫了喔 原來這樣 所以看圖有沒有感覺 很簡單很簡單 這個是我們的驕傲喔 你要帶回家去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再看一次 所以單向式不等式 除了這兩個 習以為常的形式以外呢 我要外加 不給你這個 這個算單向式喔 因為它只有一座絕對值 可是呢 它們都是一個單邊的不等式 它是雙邊喔 OK 有沒有 兩個不等式 這是雙邊不等式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沒有 老師那如果我不想畫圖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速解法 有啦 可是我希望你要懂圖形的概念 看好了 以後遇到這種格式 答案兩組 第一組直接把絕對值拿掉就可以了 第二組拿掉絕對值記得 要變相反的數 這個B拉過來這裡 A相反的數拉過來這裡 交叉那就可以了 真的耶 這樣比較快 是啦 可是不要只是想要一心想要學速解法 了解嗎 數學這樣你不會進步喔 OK 一定要先懂得來龍去墨 你才有資格去碰所謂的速解法 這樣了解老師的意思嗎 欸老師那我大概懂了齁 對了同學 那你們講一本面呢 針對這個人 其實有個證明在 OK 老師有個證明 對 這個其實我應該不用寫齁 應該你看也看懂 這個證明當然我們剛才是用圖 OK 來示意出它的答案 當然如果真的代數的證明的話 要怎麼做呢 這剛好有機會教育 就怎麼證明這個答案出來等於這個 怎麼做 OK 我可以把這個呢你看喔 這雙邊不等式 我們證明的時候只能一次 講一邊 所以呢把遮起來 就變成這個樣子 OK 所以你看喔 我寫個因為 這個A 小一等於絕對值小一等於什麼呢 B OK 這個呢我加個箭頭 這個大瓜 看講一就好了 想要證明的話分兩段 第一段這個 第二段這個來看 那就可以了 不第一段不看這個 A小為等於矮個子 欸 像不像誰 反過來說 絕對只S大一點A嘛 欸老師 這這這這一個耶 對 看到大為的話 是不是想要什麼呢 大為大的 或小於小的 對 第一段的話 告訴老師老師 以這個來看的話呢 那我們解出來答案 就是S大於大的 OK 就是A 或者 X小於小的 有兩個符號 負為 這樣可以吧 第一段 那第二段的話 看下面這個 這都想不看 老師 絕對只S小為等於B 像不像這個 欸 像小於口訣小順 那就可以了 所以呢 就是負B 小於等於X 再小於等於B 那就可以了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個答案出來 這樣子喔 不要忘記了 這是或 但是呢 這兩個字間什麼呢 是且喔 OK 這樣喔 是且 為什麼呢 你要注意一點喔 因為這個畢竟是一個 不等式 等不懂 這兩個都要同時成立 才是我們答案 合不合理 那你雖然分兩段了 可是這兩段的答案呢 是要同時去交集 就是且才合喔 OK 那這個是或是因為 它本身這一段 答案就或了 了解為止嗎 所以你考試的時候呢 你寫完之後 記得像我這樣畫圖 變這樣子 OK 第一段的話呢 OK A跟B A跟B 長成這個樣子 喔對同學 這裡的A跟B呢 我們假設它都是正數 好不好 這正數 那這樣的話呢 第一段的話 F大一點A 而且B比較大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喔 所以這裡 A B比較大 這個喔 正數 好 那這個呢 第一段出來的答案呢 對 相反數這邊是-A 相反數這邊是-B 好 就變成一段 這給它第一段的話呢 它是大一點A 哪一段 下個箭頭 或者S小微等於-A 所以D段 好 下個箭頭 再來呢 第二段的話呢 不同顏色 就是S介於什麼呢 負B到正面之間 B在這裡 好 正面這裡 好 就變成這個樣子 但了解我的意思嗎 老師你講過呢 這兩個顏色 橘色跟綠色的話 要取什麼擠 寫就取交擠 就同時要成立的範圍 哪一段呢 老師 這裡到什麼呢 到這裡 還有什麼呢 就是這裡到什麼呢 到這裡 那聽懂嗎 哇 那這段代表什麼呢 它是介於A到B之間 看到 哇 那就是這裡啦 沒錯 那第二段呢 就是S介什麼 負B到負位之間 哇 原來是這個樣子 就得正了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有除可以吃到 OK 這兩段的交集呢 當然答案就是 什麼呢 就是A 這個 這一段 或者 或者 或是負B 到負位 這樣就可以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看讀說故事呢 我們出來的答案 就是有兩段 講義也有了 這樣就可以得正說 哇 原來真的是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同學 你懂事 還蠻有趣的啊 對齁 這個證明其實蠻簡單的 我想要誠信的是說 以後 這個你還沒看到 對不對 這叫雙邊不等式 這一邊遮起來 這一邊遮起來 就有兩邊 兩邊呢 找出來大家要取交集 就是錢 當然 各邊的話 不一定要看你這個 看這個 就是或 了解我的意思嗎 反正 你分段處理 每一段都畫出圖形來 再取這兩段圖形的交集 就是紅色部分 那就是答案啊 這個技巧 你肯定要帶回下去 好啦 黑板呢 我把它做完 再來 看雙向 雙向式呢 理論上應該比單向式 來得更複雜 對啦 過程應該是比較複雜 可是呢 它的解法其實很精簡 OK 你看一下 雙向式方程式 OK 雙向顧名思義 有兩個絕對的值 中間有等號 串起來 同學你要注意喔 你一定要符合這個型態 才叫雙向式 老師什麼意思 如果我在這個後面 再加個2 或加個3 我告訴你喔 這個方法就不能用喔 啊 真的是這樣子 那如果加個2加個3 就要屬於一般式了 這樣聽懂 我的意思沒有 原來是這個樣子 你看我們架構多棒 剛才有單向式跟雙向式 你難道沒有問過一句話嗎 老師 你為什麼還要多加一個 所謂的一般式呢 喔 那就是要不讓我們提型 更加嚴謹跟周嚴喔 為什麼 因為你有時候呢 你會看到提型 並非單向式 也並非雙向式 那如果不是屬於這兩種型態的 以後 我們都歸屬在一般式 那滿意嗎 喔原來這個意思 對沒有錯喔 OK 好你看一下喔 如果你的提型 跟它完全吻合 就單純 很單純 兩個絕對值 關上等號 這時候我們的解法 怎麼解呢 過程可能很複雜喔 不過解法很簡單 就兩邊平方就好 以前我們教過 兩邊平方呢 當然就可以把絕對值 給刪掉了 喔 老師 原來是這樣 同學你還記得嗎 之前我們教過什麼 去翻吧 我們是不是在這樣寫 OK 絕對值A 絕對值B 這什麼意思 A到0的距離 如果等於B到0的距離 那我講過嘛 這兩個人 如果是相義數 一定是相反數 相反數的平方 老師 相等啊 這個你不曉得 記不記得 還記得嗎 欸這真的是這樣子耶 對 我們現在就利用這一招 有沒有看到 像不像 所以解法呢 兩邊平方 那就可以了 這不是空穴來風喔 哇酷 OK 這個喔 平方之後呢 當然我們加個中括號好了 OK 就一樣等於什麼呢 這個 g of s 一樣中括號平方 對不對 當然這過程還很複雜 要做 OK 它不等式呢 一模一樣 可是要很單純的喔 OK 這兩個絕對值 小U等於或者大U等於 那都是可以的 做法都一樣 OK 兩邊平方 對不對 它就寫小U等於 這個一樣 好 這個一樣 OK f of s 這邊是寫大於等於 等一下後面有範例喔 你看到之後 就會更加清楚 我的意思喔 了解 我的意思嗎 大概長成這個樣子 看到 可以吧 老師很嚴謹的 對沒有錯 所以提醒我分 單向式 雙向式 還有他們兩個以外的 一般式 只要你看到說 格式不屬於這一些 也不屬於這一些 那其他我們 統整歸納為一般式 哇老師 那按照你這樣做 好像感覺一般是最為複雜 沒錯 OK 了解意思嗎 所以它很複雜 所以老師呢 用了一個流程圖 來加以呈現 再講一本的 一之二之一 夠意思嗎 哇 流程還弄成流程圖呢 你在坊金的書 絕對看不到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喔 等一下下個版面 我就會跟你介紹這個流程圖的整個內容 當然我相信你看到它會覺得 嗯 這邊剛才畫絕對值函數圖形的三大步驟 怎麼感覺好像差不多 呃不是差不多啦 其實是異曲同工之妙 哇 原來這個意思喔 OK 好啦如果沒有問題 光這個版面喔 我上了二十分鐘 你要好好給我消化一下下喔 吸收完了 你才能往下繼續看下去 好啦 祝福你囉 以上 好的同學 那馬上我們就看到圖一之二之一喔 那主要就是在介紹 一般型的絕對脂肪程式 跟不等式的糾解流程 那我不需再強調一次喔 這個糾解流程 是用在什麼情況 老師我聽懂阿炮說 非單向式 也非雙向式 沒有錯喔 OK 這個之外的 我們通稱為這個流程式 有了解沒有喔 換句話說 也可以這樣解讀啦 牛刀 OK 何必什麼呢 如果剛才單向式可以求結的 雙向式可以求結的 幹嘛利用這個所謂的 一般式的求結流程 這個畢竟比較複雜一點點喔 好 這樣邏輯聽懂沒有喔 好這個流程圖呢 第一個首先 你就必須要做什麼呢 提醒的 一個釐清 OK 換句話說 我把方程式跟不等式 放在一起啦 因為呢 這個左右 兩個流程 你會發現其實大同小異喔 我這邊打不進去啦 你配合講一本看 這邊呢 是絕對指方程式的一些範例啦 右邊的話是絕對指不等式 OK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給個範例 OK 比如說這個喔 s加1 OK 然後呢 加上 s減3 如果小1等於2 這是配合裡面講一本所寫的範例 OK喔 那這個呢 很明顯的 這個呢 就是什麼呢 老師這雙向式 不是 雙向式不能有這個常數存在 喔 原來是這樣 如果往左移變減2 小於等於0 就多出個減2 那這個就非雙向式的型態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那小於等於可以 大於等於可以 甚至沒有等號也可以 那那邊就絕對要等於喔 OK 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好 那判斷出來的結果 如果假設了 目前是一個不等式 所以一次式喔 好 那第一步驟 往下的你會發現喔 跟畫出函數圖形很像 第一步驟你還記得嗎 尋找出責點 OK 並以它當基準 對什麼呢 進行來分斷 喔 老師有道理喔 好啦 以這個當範例來看的話 對不對 我現在延續剛才上面這個範例喔 告訴我老師 這個折點有誰 另這個等於0 所以告訴老師 第一個折點 x等於-1 另a-3等於0 指折點呢 代表是x等於3 那你把它畫在數線圖上的話呢 負1在左 3在右 OK 一條數線嘛對不對 這樣子 OK 這個是0 這個是-1 是3 那就可以分什麼呢 分成三段 第一段負1左邊 第二段負1到正3 第三段 三右邊 OK 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 第一個 如果我令 x等於-1 左邊這邊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絕對值給拿掉 因為絕對值本身 是沒有辦法 直接來做四則運算的 所以你要做四則運算之前 必須要拿掉絕對值 那你要拿掉絕對值 就必須要先判斷裡面 這個一次是正還是負 所以才需要分段 第一段 而且小微等於-1 那我們可以舉個範例啊 像-2算不算 算 -2再進來 加1正還是負的 老師是負的喔 所以負的 拿掉以後呢 外面要加個負號 然後把這個人當一個人 記得括號起來 OK 一樣的用負2 OK 負2再進來 負2-3 當然是負的 起座負號來 負正的負 後面的話呢 一樣到超 就變成小於等於2 OK 這一段我把它做完 OK 線頭-s-s-s-2x 這個-1加3 變成加2 後面小於等於2 OK 好 那這個呢 一下一下就變成-2s-1-0 注意了 這邊兩邊什麼呢 要同除以負2 兩邊同除以負2 等於兩邊同乘負2分之1 兩邊如果同乘一個負的數 OK 記得變齁 所以呢 s要大於等於 這個同乘 零乘負2分之1 還是0 OK 我第一段的解 就變成這樣 後續你要注意喔 這地方要特別特別小心 這個是第一段的什麼呢 分段範圍 對不對 s再等於小於等於負1之下 經過的去絕對值演算出來答案是 s大於等於0 有沒有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老師什麼意思啊 不要忘記喔 這兩個範圍 你認為他們是要取交際 還是取所謂連講 是這樣子 你看喔 負1在哪裡 這裡 拜拜 停在這裡 我現在是在這個負1 小於負1之下 的範圍之下 去絕對值 然後得到後面的範圍 叫s大於等於你 你不覺得很可笑嗎 s大於等於是這邊耶 這兩段有什麼交集可言嗎 在這個之下 我求出來答案是這段 天啊 你不覺得背道而馳嗎 這等於什麼意思 我告訴你喔 我現在人在彰化以南喔 去打拚啊 為自己打拚 就打拚了好幾年之後 發現我賺了大錢 可是這時候呢 我人在哪裡 在台中以北 你看到鬼 你的假設就是 我在彰化以南啊 懂不懂的意思 到後面變成 你現在在台中以北 所以告訴老師老師 你認為這個姊 什麼意思 對不對 所以第一段的什麼呢 第一段 你認為它的可行節 這裡齁 我現在直接寫了 好 求出各分段的可行節 以第一段來說 好 可行節 這會等於什麼 這個稱為什麼呢 稱為該段的範圍 我們是先在這個範圍之下 去絕對止 好 該段範圍就是要小的等於1 對不對 這個呢就是你求出來的答案 OK 這個稱為初始節 那個初始節 那個初始節 不代表是可行節喔 你懂不懂意思啊 要這樣子喔 這兩段範圍要取什麼 交集 這個馬蹄形 開口向下的 稱為交集 有學過嗎 交集就是兩個 要同時成立 那你認為這兩段 有同時成立的地方嗎 老師沒有啊 所以 以剛才這個範圍 第一段的可行節 就是無解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喔 原來如此 OK 除非 比如說答案出來 結果是 還是小微等於負二 那負二這裡 這一邊 這兩段取交集 那就有可行節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這概念其實很簡單 而且也很重要喔 老師把它寫完 第二段 負一到正三 那後面當然可以算 我就不算了 OK 等一下有完整的翻例 第三段就是 S大為等於三 好這樣可以嗎 再看一次喔 所以呢 求書折點 定利用折點 將S做三段分段 分完段之後 再把這個什麼呢 劃開 去掉絕對值 找出什麼呢 它的初始節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沒有 同學 你要注意喔 這個可行節呢 就會等於該段的範圍 跟後面的初始節去交集 懂不懂 那交集 像這個題目 OK 出來沒有交集 所以答案就是無解的含義 原來是這個樣子 好 那每一段都有什麼 出來答案的可行節 OK 最終節什麼呢 最終節 像這個題目有三段 OK 這等於什麼 取三段什麼呢 連幾就可以了 就是它的節 它如果存在可行節 那個也可以 這個如果存在可行節 這個也可以 這個如果存在可行節 這個也可以 這個如果存在可行節 這個也可以 所以呢 它後面就會寫了 最終節等於什麼 這等於各段可行節 他們說取連幾 連幾 就代表是聯合起來的集合 OK 換句話說就是 你如果都有 就可以全部寫出來啦 交集代表同時 那連幾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或 OK 那就是你的答案 或我的答案 或他的答案 那都是可以的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齁 好啦我相信 沒有人像我們講解這麼細的齁 這樣了解嗎 當然等一下 如果有完整的範例做搭配 那是更加更加的清楚了齁 好啦如果沒有問題 就再往下囉 好同學 馬上呢 老師呢 就接了小學堂齁 來測試一下 你對剛才的所學 有沒有學到骨子裡面去了齁 好那馬上呢 我們就看到 第一題來了齁 他說如果K大為等於0 則 那等於K的節有兩個 OK 那我們講過齁 絕對值出來 當然一定要大為等於0 所以他這樣假設 當然是對的齁 那感覺有一點多詞一句 可是他如果寫K小為0 那後面不用看 就一定是錯啦 好 老師了解了解 好言歸正正 絕對值 F等於K的節 有幾個 老師 你剛才講過啦 去絕對值以後 當然等於正負K 這當然是兩個啊 OK 哇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代表你的私密不夠周延啊 為什麼呢 OK 因為呢 你發現沒有 他講過了嗎 就等於0 那你這種講法 感覺好像只有大為0才成立啊 因為如果在等於0的時候 如果我令 絕對的 F等於多少 K 如果我令他等於0的時候 那你告訴老師 OK 這時候F等於多少 不是 F等於正負0啊 正負0是兩個嗎 不是啦 這是一個而已嘛 OK 所以答案 答案是錯的 OK 所以答案應該怎麼改 才會對呢 OK 要改什麼 因為 OK 不正 要改所以 所以 K 在大於0的時候呢 還可成立 好 那你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第二答案呢 很明顯的 就是錯了 好 再來看到第二小題 OK 若 絕對值小為等於3 他說 這樣的話 解就是後面這個 老師這一定錯啦 你剛才教過我們啊 如果是小為的話 話開就小順啊 好像是喔 OK 你看一下喔 他把題目呢 絕對值小為等於3 中文什麼意思呢 X到0的距離 如果小於3的話 那X的範圍肯定在正負3之間 好 這是剛才的教法 對不對 老師那是錯啦 那可不一定喔 你注意喔 這介法線佛很重要 如果呢 我畫出一條束線給你看喔 X 這個是圓點 那介於正負3的話呢 我畫這裡 這是正3 這是負3 這是正3 那很明顯的 目前我們AS的範圍 如果繞在正負3 這段裡面的話 都可以符合這個條件 欸 合理合理 這通訊也不要忘記囉 什麼意思呢 這個範圍條件的話呢 其實 寫成一段式最好 這雙邊不等式 這一段 可是如果你硬要拆成兩段 那行不行呢 在數學其實也可以 感覺有一點多詞一句 但是是可以的喔 你看好了喔 老師你要拆兩段 對沒有錯喔 一段的話就這個 就不要看這個 那就是S 切起來S S大於等於 負3 沒錯喔 另外一段 這個 X小於 正3 這樣也可以 可以 但重點是 你這兩段是要取切還是或 原來如此 你看喔 你畫著說故事就知道了 那S大於等於負3呢 哪一段 這一段 對不對 加個箭頭 跟小於等於3哪一段 這一段 一樣的 加個箭頭 那我問題是這樣子喔 那我請問你 這本來是一段嘛 是這個範圍 對不對 那這個範圍如果分成這兩個橘色兩段以後呢 那我請問你 你要取這兩段橘色的且還是或啦 老師你問的很白癡耶 當然是取切啊 這個 有沒有 兩段同時都存在叫切嘛 這樣算為 才會等於負3到正3啊 喔 so good 對 我就想問這概念 所以老師 如果一段分成兩段的話 這兩段是要切的關係 沒錯 就它 而且它成立才算喔 你想想看喔 如果是寫或的話 代表其中一段成立就可以 你看喔 如果這樣可以嗎 S大於等於負3 那你告訴老師 那什麼呢 那4也是大於等於負3啊 那4也在裡面嗎 欸不行耶 所以 如果你只有滿足其中一段 那是不行的 要兩段同時滿足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所以這個題目 就是在考你中間 它是寫且 那就對了 喔 所以當然是對的 對 如果它改貨 那就是錯啦 你可以知道這個小學堂的奧秘嗎 喔 老師我聽懂了 我重生一次喔 所以當你又看到這種東西 所謂的一段式的 就是雙邊不等式 其實你也可以拆成 兩段的三邊不等式 但是中間要寫且 且很重要 聽懂嗎 老師 但我是聽懂了 這個有什麼需要大費周章寫兩段嗎 好 我給你一個翻例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要先點這個東西 這書很難這樣寫喔 我告訴老師 比如說 這樣子 有沒有嚇一跳 這個也是一段式的 而且是一樣啊 OK 就是雙邊不等式 對 可是你發現沒有同學 通常我們在寫的過程當中呢 只有中間 才會出現位置數x 對不對 上下線都會是一些實數值 可是它不然耶 它中間有x 它左邊這裡 下線也有x耶 上線也有x 不要說上下都有啦 只要下線或者上線 其中有x的話 你告訴老師 其實你沒有辦法直接解出x喔 真的 這時候 在數學裡面 你的不二法門 沒有第二個方法 就是要把這個 分段處理 OK 就這個一段 這個再一段 喔 原來這樣 這個如果不看的話 你能解出x嗎 他跑點頭 可以喔 這個如果不看的話 你能解出x的範圍嗎 好像也可以喔 那解出來之後 重點來的是兩段 要取什麼 就寫 就是交集的意思 喔 我這樣講解夠仔細的吧 同學 這概念真的真的很重要 打一個信號 第二題 喔 真的重要喔 懂不懂 所以它不是多此一局喔 它主要是要應付以後 這種情況發生喔 喔 老師那我了解了 所以你看到沒有 教學的話呢 緩緩相扣 OK 你要帶回家去 OK 好了 第三題 這個是考大於啦 大於的話 口訣還記得嗎 OK 大於大或什麼呢 小於小的 剛才不一樣是 剛才裡面只有寫x 現在裡面寫f-2 那沒有關係 我講過了 我們可以畫0為整 喔老師 就是把i-2先當成一個數來看 對沒有錯喔 所以你看喔 這個 i-2絕對值 如果大於等於4 按照剛才的教法的話呢 你把這個 好 就是畫0為整 把兩個0散的 畫什麼呢 畫為 一個整 來看 OK 畫0為整的概念要聽懂 所以當y來看 可以啊 就另外一個位置數 如果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畫開的話呢 就是它大於它 或什麼 或是它小於小的 OK 大於它就是大於大的是4 OK 所以答案出來就是 i-2 會大於大的4 記得 這個就不是且喔 就是或 剛才我們講過了 我就不再講了 或什麼呢 i-2 小於等於小的 就是加個符號 就相反數 數字 喔原來是這樣 然後畫開之後 答案就會出來了 一下一下 s就會大於等於6 或 這 這個一下一下 s就會小於等於 5 就變成這個樣子 OK 了解嗎 兩段出來答案變成這樣 我要重申一次 這是或 這是且 不一樣 OK 那這個為什麼 剛才我講過嘛 OK 就是在大於4或小於負4 才會符合這一段範圍 OK 一模一樣 老師答案對嗎 喔錯在這裡 OK 有沒有看到 它是寫且 對錯了 OK 應該寫或 那就是可以啦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很重要很重要 好 第四個 OK 這是剛才單向式的 不等式第三個型態 對 也是我們驕傲 OK 看到囉 2小於絕對值小於4 對 OK 這時候你的發言同學 按照圖解法來看的話 喔 我再強調一次 正常來講這個也是很複雜 對不對 跟它很像 可是它有加個什麼絕對值 OK 通常如果你想要使用代數法的話呢 一樣的要分兩段 這樣一段就是 那就變成大於2的口訣 大於大禍 小於小 對 這個第二段 這個小於的就變成小順 對 然後兩段答案解出來之後呢 再取交集 就是且 那就可以了 那我們沒有 我們剛才有使用過圖解法來求解 OK 它是更快的 圖解法告訴老師 去絕對值 第一段 對不對 不要忘記了 如果代數法是且 可是按照圖解法 我們做出來的結果是或 OK 標榜記相反的數拉過去 OK 就是負4 相反的數拉過來 這邊就是負2 喔 就這樣直接寫 這個可以說是速解法啦 所以你不要搞混喔 我要強調一次 我們這個或是因為速解法後 就圖解法啦 答案出來變成這樣 真正如果靠 代數法去推的話 應該要是先寫且 然後答案出來 才會獲得這個或的答案 這樣聽出來 沒有矛盾喔 OK 剛才如果你有聽仔細的話 哇 所以老師答案出來 結果這樣子 是 OK 那當然錯了 他少寫一段 是兩段 OK 這個答案很明顯的錯 懂不懂 他如果寫兩段 中間寫且 那也是錯喔 了解我的意思 你可以靠那個速限去畫 那也是可以的 有沒有問題 好 第五題 OK 第五題是這個樣子 欸老師 第五題 它是 哇 絕對值 加二加絕對值 二減五等於六 告訴老師 這單向式嗎 不是 欸老師雙向式啊 它兩向絕對值 也不是 我講過 如果你要構成雙向式 剛才的解法 一定要很單純的雙向式 不能多出一個什麼常數六 不行 哇 所以一般式啊 這一般型的 這個當然 考試不會這樣考 我是想考考你概念 我說 這個形式的求解過程 必須要利用剛才圖 一至二至一的 絕對型 一般式求解流程 這個對嗎 當然 OK 有沒有問題 再來六七八 請你打無線吧 他們是一組的 剛才我也點到了 剛才我介紹流程圖的時候 旁邊也有 加一個小小的範例 對不對 我相信 那個懂 這個就很簡單 很簡單 OK 好 六 當S小微等於負三 是它的前提假設 對不對 那這個方程式 解出來的解 如果剛好S等於四 那我講過了 不管是方程式 還是不等式 你的前提假設 跟你的解 兩個要取交集 就是取且的意思 喔 看有沒有交集那一段 有的話 就可行解 沒有的話 就此段無解 喔 沒錯沒錯 那這個題目呢 當然最好的方法 你可以心算了 當然 如果不行的話 畫什麼畫素線圖就可以了 OK 好 深圖喔 這是x 前提假設是負三 假設這裡是負三 對不對 那它呢 就是左邊喔 小一點負三 對不對 它是往左射 變這樣 它答案出來的初始解 是哪一個 是等於四 哇 是 這裡假設 對不對 它是在這一個點 這是初始解 這個初始解 是建立在這個範圍之下 算出來的 結果呢 它們兩個交集 竟然沒有人 所以很明顯是矛盾的 哇 那所以這答案是無解啦 對 那它什麼 它竟然說可行解 是負負四到負三 那當然錯 OK 好 相當容易 OK 沒有問題了 好 一樣這個題目也可以用 它是小微等於負三之下 絕對值不等式 不等式 求出來的解當然也是個範圍 對不對 那不重要了 這範圍這樣子 這叫初始解 所以說如果你想要知道 該段有沒有可行解 就必須把這兩個範圍去交集 看有沒有交集 好 小微等於負三這一段 那它的解是負五到負二 OK 負五來這裡 對不對 負二來這裡 我一起用了 你不要亂掉 那負五到負二 畫在下面 這一段的線段 就是它的初始解 那你認為 這個線段 跟這個綠色的前提 有沒有交集 老師有 有有有有 哪裡 就是負三到負五 哦 對勒 就是交集耶 OK 所以它答案寫負五到 可惜囉 它怎麼會寫負二勒 OK OK 懂不懂 應該是負三開始 因為這段沒有交集 OK 我這如果改為負三 那就對了 這答案呢 錯錯錯 好 還有趣嗎 好 最後題 第八題 一樣道理 OK 那個圖 長成這個樣子 我再畫一個 那個圖 不好用 OK 好 那這個呢 假設是負三 好 那我們的範圍當然也是這一段 好 這是我們基本假設 還小一點 解出來的 不等式 OK 這打錯字喔 過來 絕對值不等式的解 如果是一到正式 欸總是 一在這裡咧 對 是在這裡喔 假設了齁 解出來的解誰 現戰場 好 一到四 那這是很明顯的 同學 我請問你 這這個基本假設跟猝師姐 兩個有交集嗎 嗯 沒有嘛 沒有的話代表就是 此段的可行解 就是沒有嘛 換句話說 欸老師 它寫五解咧 喔 終於對一個了 嘿嘿嘿 有沒有趣啊 這個零零種種 八個小學堂 有沒有感覺都很簡單 所以到目前 你應該也充分 體會到小學堂的用處了吧 不是我懂了啊 如果沒有辦法經過 小學堂的洗禮 你根本就沒有資格 去看後面的那些提醒範例 對 這概念是正確的 這個叫 循序漸進的學習 這樣了解沒有齁 好啦 Anyway 你如果沒有聽懂 你可以再聽懂自己 看第二次 如果再不懂 你可以使用LINE 來問老師 或問其他從學 或是學校老師 都可以 反正 你就是學會他就對了 OK齁 好啦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再往下跑囉 好的 同學 現在我們看到第二個貼型 一次絕對值方程式 跟不等式的一些精選範例 首先看到第三題來吧 我們先牛刀小試一下 當然是基本題 好 我們看題目先 他說不等式 s加1小1等於b 同學你要注意喔 這個不等式是屬於什麼 老師 裡面是一次式啊 對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如果它是像平方的話呢 就超出了我們這邊的範疇 很重要 老師它是一次絕對值 沒有錯 小1等於1 就不等式 那以前呢 都是給我們不等式 然後請我們求解 現在不是喔 它給了解 反過來請你幫我推 裡面的位置數 a跟b 老師 那怎麼做呢 這時候呢 我再幫你複習 一下下的 剛才有個題目 你不曉得還記不記得 如果 i-1小1等於3的話 那答案是什麼東西呢 老師中文啊 用圖接法也很容易啊 對 如果用圖接法來看的話呢 這是數線圖 x 那這個呢 是0 OK 就變成這樣 告訴老師中文什麼意思啊 1跟1 1就是基準值 對 1跟1的距離 可是1呢 在這裡 1跟1的距離 在什麼呢 3以內 那那那那代表什麼意思啊 在3以內 代表就是1加3嘛 對不對 這是4 有沒有看到喔 OK 就是4 在3以內的話 你看這個4的話呢 你看這個喔 如果剛好等於4的話呢 跟1距離就是3啦 如果是3的話呢 跟1距離就是2啦 就會小為等於3 剛才我們講過啦 對不對 s跟1的距離 如果小為等於3 那最大值就是4 那最小值的話呢 老師 剛才我們好像利用 對稱的觀念去做的 對沒有錯 這個是3 這是3對不對 那這3的話呢 左邊再往3的話 OK 當然是1-3 多少呢老師 老師說-2啦 對沒有錯 這樣概念懂了嗎 這個距離也是3喔 OK 喔 所以答案呢 圖解法的解法的話 我們答案出來的結果 就是借於-2 到哪裡呢 到正式 這就是答案 那我們現在想要測試 大家的概念是怎樣呢 老師 如果我現在給自己答案呢 你可以寫出不等式左邊嗎 啊 是是是這樣子 給這個 然後寫這個 那怎麼寫呢 老師我看一下喔 應該是可以的喔 那我怎麼做呢 很簡單 如果答案給這個的話呢 按照圖形來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找出-2跟4的終點 那就是基準值啊 沒有錯啊 那-2跟正式的終點就是1 對不對 那1的話呢 就變成我們絕對值裡面 後面這個基準值 哇 好簡單 那小1等於 照抄 那這時候呢 後面這個值到底多少呢 你看怎麼也知道啊 當然就是4-1 哇 或者1-這個值 哇4-1好了 OK 目前的4是這個 對不對 那怎麼 減掉1 一頓值 就是3啊 所以4-1 我們這個人就可以寫出來 答案就是3啊 哇 有沒有感覺很簡單啊 欸老師 好像真的不難耶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這個題目我們就可以下筆了 好 因為呢 答案出來結果 S是介於-1到正5之間 好 按照這剛才寫法 我們先找一次 -1跟正5的終點公式 那當然就是2分之 -1加5 那答案出來的結果就是 2分之4 就是2啦 所以我們寫法怎麼寫 我們可以寫成 以2當基準的絕對值 小1等於我們照抄 OK 告訴老師老師 後面這個值多少呢 我們剛才講過啦 用這個最大的數 減掉2 那就可以啦 5-2 那就是3 不相信你畫開 也會等於左邊喔 OK 你要試看看喔 欸老師真的蠻簡單 對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比較一下題目所給的格式 我們就能找出A跟B的數值 但是呢 你想要找出A跟B 有兩道關卡 第一道關卡 是什麼呢 OK 這都一樣嘛對不對 這是正負號 選起來 你看喔 左邊那個是A S加1 我們這邊是減的 那首先呢 你必須把這個減 先改成加 不然其他免談 OK 好 我加個箭頭 那怎麼把減改為加呢 很簡單 我只要絕對值裡面 乘個負號就可以了 我寫很慢喔 乘個負號 後面這個照抄 OK 那我請問你 這個等同嗎 老師 等同嗎 我怎麼知道 你可以知道的喔 為什麼呢 這個我們教過了 這一項的話 告訴老師 是不是可以變這樣子 變成這個 負1 然後乘什麼呢 乘上絕對值 F-2 那對嗎 對 這是負1嘛 可以另外寫 變成這個意思來看的 那這樣的話呢 你告訴老師 負1 絕對值是不是等1 那就是等一樣呢 對 所以記得喔 在絕對值裡面 乘上一個負號 其實是跟原來的一模一樣的 沒有什麼差別 這以前我們學過 絕對值的一些 基本性質 就能看到了 OK 合理合理 所以乘上負號以後呢 我們整理一下 這邊能負 x 然後加2 後面照抄 小一點以3 老師 這樣我們搞定這個正耶 跟題目的原式格式正 就一樣了 對 但是呢 這個關卡 老師 他是加1 我們加2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這個時候呢 一樣道理 我們可以呢 在絕對值裡面 OK 所以外面也可以 然後裡面也可以 除一個2 除一個2 就代表乘以1分之1 那你這邊乘2分之1 這邊就要乘2分之1 了解我的意思嗎 因為2分之1是正數 正數可以自由進出絕對值 是沒有差 我講過嘛 OK 裡面正2 提出去還是正的 OK 外面的正2提進來 也是可以正2 是可以的 這個我們也敲過啦 所以老師兩邊同除2 除2之後呢 我寫快了 這就變成負2分之x 懂不懂意思 負2分之x 然後這邊後面呢 變成加1 這個呢 除2就變成2分之3 很漂亮吧 哇老師 我們再對照一下吧 很棒 小1等於1 對啦 後面加1也一模一樣啦 那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比照出 A多少 B多少 沒有錯 所以答案來了 所以告訴老師 A當然就是負2分之1啦 好 那B多少呢 B當然就是右邊的2分之3 好 搞定答案就是如此啦 有沒有看到啊 這題目呢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如何有解反推出絕對值的形式 OK 第二個 你必須要透過這些絕對值基本性值 去找出 像負號變正號啦 還有呢 兩邊同除二啦 這種性值的做法 這樣你才能克服這一題喔 有沒有問題啦 好啦 我相信呢 你應該有能力才對 多多練習是不二法門喔 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 我們就再往下囉 好的 同學 現在我們看到精選範例第四題 這個題目呢 也算是基本題 不過它是考在學測103年的 那我們看題目先 OK 版主絕對值不等式 這一看就知道是單向式 絕對值不等式 OK 這屬於第一種啊 小微等於 可同學不要忘記喔 剛才我們這邊是寫K對不對 老師 它是寫2X 有未知數 那我們那個格式還適用嗎 可以可以喔 只是呢 你把它視為K之後呢 等一下我們做起來的過程 必須要分段處理喔 比較複雜一點點 不過概念還是可以喔 因為它的格式 還是屬於這個樣子的 OK 那這個解出來的答案X呢 所形成的區間 請問你 它的區間長度 OK 到底是誰 OK ABC-1 這樣了解老師的意思沒有 好 那馬上呢 我就下筆 好 如果你把它當成單向式 剛才第一種形式的話呢 很簡單喔 OK 題目是這個樣子寫 4X-12 絕對值 小微等於2X OK 這時候呢 我加一個箭頭 一樣道理 小於等於 口訣小順 這邊呢 加個符號放到左邊 來 這邊的話呢 就是4X-12 小於等於2X 這樣可以嘛 不過到這邊 你就會踢到鐵板喔 為什麼 之前我們畫開之後呢 這個中間有位置數X 兩邊都是個實數值 可是現在呢 兩邊都有位置數X 我剛才講是這樣子 剛才如果這邊是個實數值K 這種情況就不會發生 所以發生以後呢 也沒有關係 你要記得 以後除了中間可以有位置數X之外 如果你看到兩邊 任何一邊以上 都有發生X的話 記得 一定要分段處理 第一段 看這個不等式 第二段 這個遮起來 看這個不等式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同時原來是這個樣子 我加個箭頭 這個大瓜 第一段就是這個 色盤 這是-2X小於等於這個 這是-2X小於等於4X-12 我寫的很慢 這一段的話 答案什麼呢 我們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你把這個移過來變成6X 對不對 6X 開口像差 所以我們這樣寫大於等於 這移過去 變什麼呢 變12 好 這個箭頭 這X我們就可以得到 兩邊同處理6 這邊就是2 OK 第二段呢 我寫慢一點 4X-12 小於等於2X OK 小於等於2X 同學 以此而類推 一過去呢 變成2X OK 小於等於造超 一過來變成正12 OK 好 這答案呢 變成F小於等於6 好 就變成這個樣子來看 那同時 答案就出來了 對同學 不要忘記了 我要重申一次 很多同時 你分兩段我是瞭解的 這是第一段 這個是第二段 那兩段答案 到底要取交集 還是取 連幾 就是和 到底要且還是和的概念 這個呢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再注意聽一次 你的基局 隨便舉辦理 可以說服自己 假設呢 S介於 假設今天呢 S介於2到4 我這樣寫 那我問你 S的範圍在哪裡 廢話 就是大於等於2 小於等於4 OK 像3可以嗎 可以 3.9可以嗎 可以 都可以 那我問你 如果我現在只寫一邊 OK 這邊是S大1等於2 對不對 你認為這樣可以嗎 不行啊 S大1等於2 像5也可以啊 可是5很顯然 不到在2跟4之間啊 對啊你就會啊 OK 所以你這樣寫絕對不行 OK 那如果我單獨寫 S小1等於4 行不行 小1等於4的話 剛剛負1 可不可以 負1也符合這個啊 可是負1很顯然 也不在2跟4之間啊 所以老師 這個中間告訴老師 這個是一段的寫法 這是兩段的寫法 這兩段的寫法 這兩段的寫法 你告訴老師 中間要寫且還是貨 當然是且啊 這之前 我們也講過類似嘛 喔老師 合理合理喔 這是且咧 對啊 一段的寫法 當然是比較好 可是硬寫成兩段也可以 中間一定要寫且 有沒有 你看到 真的咧 我把它寫兩段了咧 有沒有看到 意思一樣嗎 所以這兩段的話 告訴老師 1跟2是要取且還是取貨 當然是要取這個且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取1跟2的什麼呢 且就是交集 好 取交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答案了 OK 你可以畫圖也可以 大1點2 像這樣子 這是0 假設了 這是2 大2點2的話 就這一段 當然 心算也可以啦 這很簡單 對不對 另外一段的話 是小於等於6 6在這裡 對不對 小1等於6在這裡 一直過去一直過去 那告訴老師 他們兩個取交集的話 當然就是2到6 之間 這題目當然 心算也看得出來 這2以上 6以下 當然呢 答案就是2 x到6 OK 有沒有問題 答案不是求這個喔 他是選擇題耶 老師 他想要求出這個f範圍的長度 那長度 2到6 長度當然就是4 6-2就好啦 OK 所以所以所以長度 這等於6-2 這等於4 所以告訴老師 我們答案是選什麼呢 4的話當然就是選2 好 以上 笑話一下 有沒有感覺很簡單 這個以後不要再問了 當你不清楚的時候 try and error 就很好用嘛 你隨便舉個範圍 就能說服自己 把這個分成兩段之後 中間 讓寫且還是或 哎呦 老師 好像真的很簡單 跑點頭囉 OK 好啦 祝福你了 多思考一下下吧 以上